接下来呢再过一个礼拜就是中秋节的廉价了 大家一定很期待和家团圆赏乐去 但是要告诉大家气象局现在预估了 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中秋节北部跟东部的云量是比较多的 看到月亮的几率大约只有五成 往南走呢或是中南部是比较适合赏乐的 虽然当天可能会有一些的短暂这雨 倒是到了晚上乌云散去 中南部的民众就可以看到皎洁的明月 今年中秋假期从9月6号到8号连休三天 准备好去哪里烤肉赏乐了吗 气象局预估中秋假期台湾处于大低压带的环境 北部东部云量稍多赏乐几率只有四到五成 以现在的天气资料来看的话 因为低压带北移 所以在云量上面呢 北部跟东半部会比较偏多 所以相对来讲中南部的机会可能比较好 中秋节月亮露脸还有变数 民众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从云凤中找月亮 而中秋节当天气温依旧炎热 最高可能来到36度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白天的温度都比较偏高 那中午过后呢 有些地方就会出现午后的一阵雨 那星期四开始高气压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所以云量上面会增加 不稳定的程度呢也会变得比较高 另外气象局也表示 这个八月台北军温30.19度 已经创下台北气象站 设占117年来最热的八月记录 提醒民众高温炎热还会持续 出门在外记得做好仿晒工作 记者无评盘利用台北报道